看MangoDB 好這個東西呢 你一樣就進你的電腦的那個 那個 這個console這個叫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這個命令列界面 share 通常叫share 好那在這裡呢我們有看到 其實我之前開過一個叫db的資料夾 你底下有一個資料夾你就可以用他不然的話你就要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那我現在建一個新的好了 我在 我在JS1裡面 OK這個都是放程式但是我可以建一個新的 我建一個新的資料夾放我的資料庫 那我現在打 MangoDB PASS DB OK 等一下 MangoD 我是不是打錯了 PASS是一個 一個dash還是兩個 還是dbPASS 我忘了 說真的 太久沒用 OK DbPASS OK DbPASS打進去 OK這個資料庫就起來了 他這個資料庫目前呢 他會有一個網路的 網路的出口 這網路的出口是 27017 那你會說啊這麼奇怪的名字 這麼奇怪的號碼 很正常喔 這個 只要你對外提供服務 你就得要有一個網路出口 就叫POL 那我們的 瀏覽器用哪一個POL呢 瀏覽器你常常會在前面看到 HTTP HTTP所用的 預設的POL是80 Email所用的預設的POL 我印象中好像25 OK所以每一個網路協定常常都會佔用一個POL 或兩個POL OK 那這不是重點 這等一下我們再看 接下來我們可以 再開一個 開一個這個 Share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使用資料庫了 那 你只要用Mango這個指令 你就可以開始用資料庫 但是Mango後面是跟著你的資料庫名稱 那我們就做一個 做一個 簡單的例子好了 因為剛剛他們在做 人啊 所以我就 Mango Pico 人的資料庫 OK 那 這樣就開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所以 剛剛我們 Mango DbPath 有沒有 然後呢 你一個路徑 你要用哪一個路徑 但是那個資料夾必須存在 必須存在 然後呢你接下來打Mango 就進去了 然後他會問你要連到哪一個資料庫 如果你直接把資料庫名稱打在後面 他就不會問你 要連到哪個資料庫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做 新增 修改 刪除 查詢 之類的動作 好 那 譬如說 新增 像這個 User 或 你 只要有移民系統 你通常就會需要給帳號密碼 對不對 所以 我剛剛是叫 User 我剛剛是叫people 所以這就要改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裡 User 現在這個是資料庫名稱 資料庫名稱 這個是資料表名稱 所以兩個不衝突 也就是說people底下有一個叫user的 的集合 資料表集合 所以不衝突 我還是可以這樣加 OK 你看他加一筆進去了 好 那我們可以再 再 改一下 又加一筆進去了 db.user.query 你會看到 剛剛兩筆有進去 那這就是 資料庫的用法 你如果今天呢 我想要查詢 只要查詢說 User 是 CCC的 那一個 你就要這樣子 下條件 他就只會查到CCC那筆 就不會傳Snoopy回來了 OK 好 那 這個是一個 很簡單的 我透過命令列 去做 界面 然後去 用手動去查 然後你也可以刪除 你也可以修改 可以新增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寫程式去查 那就變成是你要做一個系統給人家查 OK 那所以像剛剛我說那個李宗翰老師他們就是 他們要做的就是這種東西 要做一個界面給人家查他有一個計劃跟 我不知道是台四大還是哪裡 反正有一個 有一個合作 那你們 如果有興趣的話 待會可以跟我講 你們就可以去 試試看 不一定OK啦 因為你要 你要 你要 不一定要夠能力 但是你要有足夠的 意願 去做這件事情 在一起 不然說 OK我只要負責領錢 其他的我都不幹 那這樣就不行了 對 OK 那 同樣的你如果今天呢 透過password來查可不可以 可以啦 我透過password來查 然後 OK就只會查到password是345的 沒有人會透過password來查 很少 好 那所以現在這樣子 各位應該已經開始會用了 我剛插了幾筆進去 然後呢 Find OK 這是 新增有了 查詢有了 接下來是修改 修改的話呢 就要用update update 你可以說 我把這個 User是snooby的呢 改成 他的password是snooby123 這樣 可以的 那我剛剛有加snooby嘛 有啊 那我現在把他的password改成snooby123 懶得打了 對啊 懶得打了 太長了 那剛剛有snooby嗎 確定一下 有吼 那我現在就改snooby123 你看他說 n modified 是1 代表 真的有改到 OK 那我們就 再 再列一次 是不是snooby的password已經變成snooby321了 是snooby321了 是snooby321 不是snooby321 好 snooby321 好 OK 基本上不能說完全不重複啦 但是 可以說 至少到宇宙末日之前還不太容易重複 這樣子 很多電腦裡面會用這種技巧 你知道嗎 像 我們 我們 我們應該有跟各位講過用github github這種版本管理系統裡面的那個 文件 他也是會弄出一個這樣的代號 只要兩個代號他是相等他就認為這是同一個文件 錯誤率有多少 是有錯誤率的是有可能會碰在一起的 但是那個碰在一起的機會有多少呢 你稍微看一下這一個碼的長度 他是16進位的 16進位的這一個碼的長度到底多長 各位有人能數一下他幾碼 假設20碼 那就是16的20次方 24 24 24嘛 16的24次方 OK 那是多大 基本上很難碰到 你幾乎不太會碰撞 github也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種大數據資料庫通常會給你亂編一個代碼 但是你也可以指定說 我不要讓他亂編我自己編 從1開始 212345 我可以這樣編 所以 他比較彈性 但是他其實是有一點點碰撞機率的 只不過 你可能到宇宙末日之前都不會碰到而已 好 那接下來查詢操作 查詢操作 通常我們剛剛用find 然後呢 你可以find user 是什麼名字 或 或find password是什麼內容 這是查詢操作 但是 查詢不只可以查詢 剛剛好是那個 我們可以查詢 譬如說 年紀大於8 小於15 那這裡 你就 會 發現 你必須要用一個 很奇怪的 就是前面會加前字號 這個前字號 前面加前字號的東西在 MangoDB裡面通通都代表的是運算的 關鍵字 GT的話就是大於 大於 GT Greater 那 LT的話就是小於 Less G1的話就是 Great OrEqual 大於或等於 EQ的話就是 等於 OK 那 N1就不等於 L1 小於或等於 OK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來加條件 那 這邊 這邊有一些例子 待會可以試 我可以 先隨便加一些好了 來試一下 你看我剛剛都忘記加年齡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現在就update一下 因為剛剛有update update 然後呢 User 這個不給條件的話可不可以 我試試看 不給條件很危險喔 因為他一次把全部update 這樣好像不太好 還是給一下條件好了 不給條件 太怪了 好 好那 我把Snooby呢 加個年齡 加個年齡 Snooby只有3歲 狗3歲應該不算太小 好那 Snooby現在是3歲了 OK 那我CCC呢 也換一下好了 CCC 各位猜我現在幾歲啊 好 30 30 30你也 你也太 是講給我 講給我高興了嗎 好 那 我47 是喔 所以 47 OK 好啦不要講給我高興 OK 那就這樣 現在有了 那你就隨便再加 那你就 這不是 不是那個了 我可以insert insert好像可以一次insert好幾筆喔 可是 可是 我試試看了 呃 這 喔對 其實你的這裡好像可以不加 就是跟Jason一樣那個前面你不加 不加自圓符他是可以的 只要他中間沒有空白就可以不加 那後面一定要加 所以我現在加一個 加肥貓 加肥貓應該很老 他的年紀就7歲好了 好我再加一個 呃 呃還有什麼可以加 John 約翰 20歲 老一點 呵呵呵 然後 Mary Mary 22歲 如果是數字你就不用再加 自算符號了 好這樣 OK 他怎麼只差一筆啊 所以不能 不能一次加那麼多 呃 咦 搞不 對 有有有 其實是有 只是我可能 這裡 要下insert 很會還之類的 我已經忘記 忘記那個 等一下再查一下 那我們先 先看看 列出來一下 對 他只加加背包進去 其他沒加 所以你一次 加 好多筆的話 不能用這個指令 我們稍微查一下 MangoDB 喔 順便給給給你們看一下 MangoDB的官網 MangoDB 現在 這裡是 他的官網 這是他的文件 那我們可以直接查 MangoDB的 這個 Insert Many Document 的話 這是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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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看到 好像都只加一筆 對不對 Insert Multiple Document 一次加很多筆 喔 他要用正列 所以我剛剛沒用正列 所以不行 所以我 我得 改一下 這裡 前面要加正列 因為我加背貓已經加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加 因為如果你重複加他會變兩筆 所以我這邊 加上正列 好這樣就 Insert 兩筆 對不對 所以他就加了兩筆 好那一樣喔 再看一下 現在已經有好幾筆了 5筆了 好有5筆了 那我們就可以查了 因為我都有設年紀了 對不對 好 我們就 db.user.byde 然後呢 Edge 然後 剛剛講過 前字號的都是 關鍵資訊算 然後 我說他大於 大於 20歲的 20歲的 有錯 我看一下 GT20 GT這後面好像要加這個 不對 好 這樣就大於20歲 這樣 為什麼是CCC 是我的名字 因為 我的名字是 英文 三個都是C 所以就叫CCC OK 好 那 你如果 不知道 某些動作怎麼做 這裡有很詳細的 文件 不過 基本上都是英文的 所以為什麼說 資訊系 其實 其實有點強調英文 因為這個東西都是全世界性的 沒有說 我 我 我做電腦 但是 我只要 做有中文資訊的那種 然後英文的 我就不要了 那這樣的話就 會受限 會受限 所以你如果 需要什麼找不到 比如說你要算一個 東西有多少個 你看這裡有count 我們就馬上就可以下 count到底是多少 然後delete1 deletemany 這些有什麼不一樣 還可以下distinct 那我們來看 這個 我現在呢 db.user.count 5 就5比 所以 透過這種方式 你可以 先 熟悉 這些查詢 怎麼下 那等到你會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寫程式 去查詢 好吧 那講到這裡我覺得 應該 要換各位了 所以 基本上這邊 有很多例子 那 有一些像做排序 另外如果你要排得快 你就應該要 應該要射索引 把他 把他索引直射起來 你排得 就會很快 他裡面 就已經會有一個 一個結構可以快速的 幫你排序 或檢索 就射索 那最後你不想用的時候 你打quit 就會離開 那另外有像 日期和時間的操作 你如果要插入目前的時間 用new date 一樣 跟javascript裡面是一樣 然後 你要 這個是寫程式的 這個先不看 但是你的電腦裡面不見得已經裝好mangoDB了 我的是已經裝好了 你的如果還沒裝好的話 請你上去 下載 你就打mangoDB download 你就會下載到了 這裡 mangoDB downloadcenter 那目前好像是3.0.4 3.4.0 3.4.0 如果你是OS 10 Mac的 就按這個下載 下載之後 它是一個 一個壓縮檔 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然後 繞著做 就可以 解壓縮之後 可能是要 要點兩下再去安裝吧 不會忘了 所以你就下載 解壓縮 試試看 就知道 好 那 先 暫時上到這邊 先 等一下再來上 怎麼寫程式去選取它 我們先上到這裡 各位去試試看